大家好,我是Tozi 今天给大家带来3.5版本的PL以及最新的爆料 先说PL的部分 之前看到很多营销号说3.4版本日志中 最后的背景音乐是建模的主题曲 不过经过我反复去听和认真查找后 发现根本就不像建模的主题曲 而且要知道真正的背景音乐也不难 第一,先减出3.4版本日志中后面的片段 第二,找个可以把人生和背景音乐分离的网站 并把分离出来的背景音乐下载起来备用 第三,找个能查任何音乐的网站 并把之前弄好的背景音乐导入进去 就能找到答案了 那么真正的答案是 E.弗林的主题曲 这里我就放出对比给大家听 Summon your inner scene kid with a moody selection of new champions and save the date for the many events ahead All in the power spike patch 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as alway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on the Rift 那么说到伊弗林的主题曲 很大可能是官方留下来的3.5版本彩蛋 同时我个人有这一种猜想 3.5版本可能会推出伊弗林相关的英雄 或许是恶魔或跟恶魔相关的英雄 比如费德提克 塔姆 萨克 斯维因 莫德凯撒等等 但是这些英雄都属于我个人的猜想而已 不过大家希望哪个英雄可以上线在手游呢 欢迎你们留言让我知道吧 接着给大家继续带来3.5版本的爆料 这次我解爆3.4版本体验服装 我又发现了剑魔大招的音效 这个跟之前发现狼人的爆料是一样的 都是优先找到新英雄的部分音效 而且关于剑魔的爆料其实也不止这一点 比如我去年发现剑魔的技能资料 官方不小心写下的剑魔改动 和3.3版本就爆料过剑魔消息等等 所以验证了剑魔有很大的可能会推出 而且在最新3.4版本的公告中 官方也暗示未来版本有更加黑暗的东西 很大可能是暗示了恶魔类英雄 或者是暗翼英雄等等 因此我个人认为会有80%的几率 剑魔会在3.5版本上线 至于暗翼凯莹的话 海影其实也有很大的可能会推出 在之前3.0版本日之中 设计师就有故意模仿类似红凯的声音 而且在手游A册的时候就有凯影的文件了 把凯影的文件搭建起来是这样的效果 不过以上的文件都是2019年的文件了 所以最终还是以官方的消息为准吧 那么本期的影片也来到了尾声 如果之后有独家3.5版本爆料的话 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喜欢这期影片内容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和三连 我是超级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